前面提到C3A Cycle的八个反应 那我们也提到说呢 这个循环呢 柠檬酸循环除了在这个分解代谢上面有很重要的角色呢 在合成上面呢 也有很重要的角色 不过呢 当然不是全部的这个八个反应的中间产物呢 都在合成上很重要 那我们就来看 那个总共呢 其实有五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C3 那个C3呢 可以用来合成这个Fatty Acid跟这个固醇类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个Alpha Ketoglutarate Alpha Ketoglutarate呢 它可以用来这个 它可以先用来合成Glutamate 它可以先用来合成Glutamate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可以由Glutamate合成Purine 那Purine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呢 那个是这个 就是那个DNA跟RNA的重要的原料 然后呢 从Glutamate呢 还可以合成Glutamine Purine跟Arginine这三个氨基酸 然后第三个呢 是Sacinio-CoA Sacinio-CoA呢 它可以用来合成这个 它可以用来合成这个Purphrine 用来合成Purphrine跟这个HIMP 那这个呢 是这个血红素的重要的原料 那个HIMP呢 再加上这个Hemoglobin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红素 它就可以带氧 然后呢 第四个我们看到呢 Mallet Mallet的话呢 Mallet的话呢 事实上就是 它是那个 虽然说它不能够拿来 合成其他的东西 但是呢 像那个Axylacetate 等一下要讲到的Axylacetate呢 它如果要运出立腺体的话呢 通常呢 就是那个经过这个反应呢 把那个Axylacetate还原了 变成Mallet 然后再运出去 然后最后我们看这个Axylacetate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C2AC cycle的中间产物 因为这样呢 我们在之前讲到 Gluconeogenesis的时候 有提到 就是那个 立腺体的内膜上面呢 没有OAA的Transporter 那这个Axylacetate呢 看到这边 它可以呢 用来合成Aspartate跟Aspiragin 然后呢 从这个Aspartate跟Aspiragin呢 再合成Primidin 那这个是密定 就是也是DNA的 RNA的重要成分 然后呢 经过这个PEP carboxylase 经过PEP carboxylase呢 这个Axylacetate呢 可以用来呢 合成PEP 然后呢 之后 再从PEP呢 如果是Gluconeogenesis 就合成Glucose 那如果呢 那个 如果不是的话呢 还有另外的反应呢 从这个PEP呢 可以合成C-ring Glycine Cysteine Phenioanine Tyrosine 还有Tryptophan 这么多的氨基酸 那个 所以你可以想见呢 这个Axylacetate的重要性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在立腺体里面呢 时时都要维持C-ringase cycle的中间产物呢 在一个稳定的浓度 那个不可以太少 为了要让C-ringase cycle的 这个中间产物呢 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浓度呢 所以有所谓的补充反应 NR pyreotic reaction 那这个补充反应呢 其实看到 在不同的这个组织 或者在不同的生物里面的补充反应 不太一样 那我们人的话呢 这个主要呢 是上面这两个反应 然后呢 那个 这个 植物 植物 酵母菌 以及细菌呢 是第三个反应 那第四个反应呢 到处都可以找到 不过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 一个共同点 这四个反应里面呢 大部分的 大部分呢 都是产生OAA 对不对 我们前面有提到 OAA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间产物 它可以合成很多的东西 而且呢 它还可以通往Gluconeogenesis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补充反应呢 四个里面有三个都是合成OAA 那第四个呢 虽然不是合成OAA 但是呢 它是合成Mallet 那我们说呢 Mallet只要氧化 就会变成OAA了 从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 因为八个反应都可逆 所以事实上呢 它在这个 进行补充反应的时候呢 它不需要特别去 针对 我们前面看到的 这五个点 来那个开发补充反应 它只要呢 从OAA这里 从OAA这边呢 来这个进行补充就好了 那当然由此也可以知道说 OAA有多重要 那我们一再的强调 因为这样呢 立腺体的内膜上面呢 没有OAA的Transporter 造成呢 在Gluconeogenesis的时候呢 产生的OAA呢 要运出立腺体的时候 必须要先转换成Mallet 然后呢 那个再经过这个 Mallet呢 运出去 最后我们要讲到 Citriase Cycle的调节 那前面呢 花了很长的时间呢 讲这个Glycolysis 跟Gluconeogenesis的代谢调控 但是呢 到了Citriase Cycle呢 其实就相对的简单 不过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主要调节的地方在哪里 主要调节点呢 包括呢三个是在Citriase Cycle里面 然后一个呢 是在这个PDH Pyruv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这里 这边呢 是第一个重要的调节点 也就是说呢 他管控呢 有多少的Pyruvate呢 可以进到Citriase Cycle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在Citriase Cycle里面的三个调节点 第一个呢 就是第一个反应 Citriase Cycle Citriase Cycle呢 然后第三个反应 Isocitriate dehydrogenase Isocitriate dehydrogenase 那个 然后 那个第四个调节点呢 是Alpha Ketoglutar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总共这四个调节点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那个 在这边有一些 我们可以用总体的来看 就是说因为呢 Citriase Cycle 基本上来说呢 它是氧化 然后呢 产生能量 所以呢 既然它的目的是产生能量 那当然就可以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呢 当这个细胞里面的ATP的浓度很高的时候 是不是就代表了说 那个 是不是就代表了呢 那个现在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Citriase Cycle 所以呢 那个可以慢下来 那因为这样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Pyruv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还有Citriase Cycle 还有Isocitriate dehydrogenase 这里呢 这个ATP呢 可以抑制这三个酵素 然后另外呢 这个循环 Citriase Cycle呢 产生大量的NADH 那这个NADH 对不起 这个NADH呢 如果在有氧的状况下呢 它会进去这个 它会进入这个立腺体 然后呢 放出大量的能量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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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既然NADH呢 也可以放出大量的ATP 那可以想到是说呢 如果这个NADH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 这个循环是不是也不需要再 这个循环是不是也不需要再做 那可以看到说 在这里呢 你就看到呢 NADH可以抑制Pyruv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然后呢 它可以抑制Citriase Cycase 然后它还可以抑制Alpha-ketoglutar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好 这三个呢 受到它的抑制 当然啦 那个NADH可以抑制这三个酵素呢 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在前面提到说呢 为什么这个fermentation 我们说 这个在缺氧的时候 为什么在缺氧的时候呢 C-A-C cycle不会动的原因 因为呢 在缺氧的时候 是不是NADH没有办法消耗 NADH没有办法消耗呢 所以这个 NADH没有办法消耗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最后呢 那个 就会去抑制这三个点 然后C-A-C cycle就动不了 然后C-A-C cycle呢 动不了的话呢 当然就这里就完全没有 那我们也讲到说 缺氧的时候呢 因为最后一个氧 那个电子传递电上面 最后一个 那个电子的接受者是氧气 那既然呢 因为缺氧呢 电子传递电已经不会动 然后呢 C-A-C cycle又因为 Pyrub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C-Trate synthesis 还有Alpha-ketoglutar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呢 都没办法动 那是不是就剩下Glycolysis了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还要看到的是 比较特别的 这边比较特别的一些 这个抑制的讯号呢 包括说 包括呢 像这个钙离子 钙离子算 钙离子呢 这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这个调节的分子 但是呢 钙离子呢 因为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呢 会造成细胞 就是说肌肉收缩时呢 那个细胞会有钙离子流动的现象 所以等于说呢 钙离子的浓度上升呢 其实也代表了说 是需要能量的讯号 那这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钙离子呢 对于Pyrub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对于这个Isocytrate dehydrogenase 有刺激的作用 然后还有呢 这个Alpha-ketoglutar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呢 那个也会受到钙离子的刺激 那那个 其他的呢 就 其他的分子呢 就那个 同学参考一下 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像比方说 AMP AMP ADP 可以刺激 其中的某几个酵素 然后呢 NAD可以 也可以刺激其中某几个酵素 那这个都是 用能量的需求去想的话 就不会很难 那在这里呢 那个 我们要另外 那个用一点时间来讲 Alpha-ketoglutar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上课的时候有提到呢 Alpha-ketoglutarate Alpha-ketoglutar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跟这个PDH呢 其实还 那个 其实有那个蛮多相似的地方 不过因为时间不够呢 只有简单的交代一下 那我们有提到说呢 他们都有三个enzyme 我们就简单写E1 E2 E3 然后呢 都有相同的五个coenzyme 那同学可以回忆一下那五个是什么 但是呢 他们主要的不同之处呢 是在E1 E1呢 决定了 这个是E1呢 决定了说呢 那个PDH呢 它只会这个 它只会用这个 它只会用Pyruvate Alpha-ketoglutar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它只会用Alpha-ketoglutarate 那到了E2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就很像 那个E2呢 PDH跟Alpha-ketoglutar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两个很像 那E1呢 是完全相同的 他们两个呢 有 他们两个使用相同的E3 那事实上呢 如果你再回忆一下PDH的作用机制 你就会了解到说 其实呢 E3真的不需要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呢 E3的功能呢 只是把这个 氧化态的这个Lipoate呢 把它还原态的Lipoate 把它恢复到氧化态 那那个 它根本没有接触到其他的substrate 所以呢 这两个的 这两个complex呢 他们 那个真的不需要不一样的E2 那主要的这个 Specificity呢 是决定在E1上面 是决定在E2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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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决定在E2上面